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椰子鸡锅材料简单 有鸡腿肉、椰子、粟米、马蹄、红棗 和椰青水1公升1枝 首先要处理没有骨骨的鸡腿肉 用逆纹切的方式 逆纹切的方式 逆纹切的方法适合很多肉类 大部分会看到牛肉 我今天用在鸡肉上 接下来打开椰子 想拿到里面的椰肉 我们顺着椰子的圆周 一直坑一直坑 很容易坑开它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少少的椰子水 我们都会用 我们分开了一半之后 其实麻烦东西才来 我们要在这个位置切一刀 这里再切一刀 之后我们要将这个位置的椰肉 我们就会撬出来 我们撬了一个V字出来 就会比较简单 其他位置我们只要在顶部位置 撬一撬 就可以整块撬下来 这里其实大家要小心手 因为撬的过程很容易做到手 刚才撬完下来的椰肉 外面还有一层皮 我们就会切走 切完之后 我们剩下这个纯白色 我们就要把它切条 方便一会放到汤里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苏米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红棗 马蹄 然后我们再可以加2-3个汤匙的鸡粉 之后再加2-3个茶匙的胡椒粉 之后我们大火煮滚 在这个同时我们可以做我们的酱汁 我们的酱汁比较简单 那么喜欢吃酸的话 可以放多少少柠檬都可以的 我们会用一个Lime 然后我们就要将蒜头切成蒜泥 或者切到粒粒都可以的了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 你想切的话 把手指放在刀前面这个位置 那就比较容易可以切到 我呢就比较喜欢吃辣的 所以我会加些辣椒下去 切完的柠檬啊 蒜头啊 还有这些辣椒呢 放在一个小小的盆子里 那这个辣鲜露呢 都是加了份非常好吃的一个酱汁 大家都可以买来试一下 酱呢 我们大概已经做完了 那这个汤呢 其实都已经煮滚了 我们一人间是会以打边炉的模式来吃的 所以那些鸡呢 大部分都是没放下去的 如果放了下去呢 三分钟就吃得了 多谢大家收看这个 这个比较简易版的椰子鸡煲 希望你们喜欢啦 下次再见